房书安和赵氏弟兄来到莲花怪 这哥俩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 时间不大 转身回来了 方爷 望你请吧 戏搏大头鬼 脑袋是嗡嗡之响 心头咚咚之跳 心说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 这回啊 我倒要试一试 是龙潭 还是虎穴 大脑袋把胸脯一拔 甩大刹 走进房中 借灯光一看 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 面色淡金 一张大长脸 眼皮低吹 大狮子鼻 黏鱼嘴 两耳吹尖 头上戴着蓝断色道棍 金簪别饼 身穿蓝断色道袍 腰记姓黄水火丝掏 手拿扶尘 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 叫梁天尺 在这老道的身后 站着八名年轻的老道 一个个耳目发光 再往两旁看 上吹手 是个出家的僧人 身材高大 最特殊的脑袋太小 跟房淑安正好相反 别看小脑瓜不大 一对眼镜闪着寒光 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马子 往那一坐 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 在他身后 站着四个和尚 都背着双戒刀 肩头上给扛着一条 日月龙凤 方便连吞铲 方叔安一看认的 正是禅鱼寺的主赤僧 王顺的寿业老恩师 金掌负铲 往下垂手观看 坐着个老头 面四迎喷 鸭圆巾 手里的主赤五金的拐杖 拼法皆白 方叔安一看 飞剑仙拙亮 再往两旁看 八宝爹云峰 轻松狼牙剑 漏网的群贼 阎王寨 逃跑的贼寇 以及 绍华山的 黑水湖的 陆家普的 等等等 足有好几百人 要想挨个看去 那是不容易的 也没那个时间 老方平身刚站住 这屋里就开了锅了 头一个就是 飞剑仙朱亮 这老家伙把拐杖 轮圆了 哇哇爆跳 我当是谁 原来是你 姓房的 天堂有路 而不走 地狱无门 自来头 该着我们给死去的 陆林人 报仇雪害 他一闪电般的速度 跳到房树安养前 上着一晃 底下一个扫堂腿 手把大头鬼登倒在地 轮拐杖就要砸 那帮贼 甩大衣就好像胡铁乱飞 各拿刀剑 全过来 剁了他 剁成饺子下 砍砍 房树安一闭眼 心里一放热 这算玩完 可这事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 与此同时 赵天林 赵天亮 哥俩一看 可不干了 这两个人 把飞剑仙 朱亮的拐杖 给抱住了 等一等 老剑客 刘青 各位 都不准动手 你们要干什么 赵天林 拦着朱亮 赵天亮 用两条腿一刹 护住房树安 这帮人才没得下手 赵天林 粗脖子红脸的说 总文长 您得平平礼 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这是干什么 难道起混不成 不允许我们讲话吗 正中央做这个老道 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 飞云道长郭长达 也就是说 他是这的总负责人 他不发话 别人没敢下手 郭长达把大眼皮 往上一撩 放出两道寒光里 手脸淫然 看看躺着的房树安 他思索了片刻 他思索了片刻 把扶尘往左右刷刷一晃 你等 退在 一旁 斩 熊贼这才分开 赵天林 赵天亮 气得呼呼之喘 从地上 把戏部大头鬼房树安 给揪起来 方爷 您受惊了 不过您放心 有我们哥儿俩给您担保 万无一失 哎呀 我这也不讲点理 我说不来 你们哥儿俩非请我来 这多好 一进门 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方爷 这是误会 你疼他 容我们见祖门长深处 赵天林 赵天亮哭通 望云床前一跪 望上叩头 祖门长 方才我们哥儿俩都讲了 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 全仰仗着房树安 没人家舍死望生 从虎穴之中 把我们救出来 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 当然了 房爷曾有一度十足 把道走错了 背叛了咱们陆林道 给开封府当的英犬 但是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谁敢保 这一辈子不做错事 那么知错必改 乃为俊杰呀 放下秃刀 还立地成佛呢 人家犯了错了 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 把道走错了 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 真是岂有此理呀 师爷 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 那天晚间 我们哥俩奉您所拆 一夜探开封 不幸落入魔掌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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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 如实地讲完了 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 就见郭昌达 尝出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 师爷 半字虚假都没有 人家房也不来呀 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 人家就预料到 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 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 难道师爷 你还不相信我们吗 天临天亮 别往下说 方才 纯属是一场误会 你们要不详细讲 连我也不相信 说这话 郭昌达掩望方树安 方爷 你受惊了 你能救我的徒孙 频道非常感谢 来着 厕坐 这边有人给方树安搬了把椅子 您别看这是莲花怪 在这屋里也讲尺寸 不够身份的 你上旁边站着去 在这坐的人 没几个 除了是剑客以上的身份 起码也够个门长 为什么给方树安一把椅子呢 这是抱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 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 赵天林 赵天亮 这阵才高了性了 满脸是笑 方爷 放心了吧 我师爷说话了 平安无事 快请坐 方树安这才坐下 由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 赵天林 赵天亮 跟郭昌达说 师爷 我们满身都是伤啊 方老爷身上的伤 比我们还严重得多 不信您看看 最好 先给上点好刀上药 以防独活归心 是吗 在频道观看 郭昌达亲自下了云床 来到房树安进前 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 一看可不是 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 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 没好地方 郭昌达就一皱眉 方爷 你真吃了苦头了 稍后片刻 频道这有最好的刀上药 郭昌达一转身 叫过一个小老道 耳语了几句 这小老道转身走了 片刻之后 拎了个兜子 郭昌达把兜子接过来 亲手打开 里边有完善高单 郭昌达亲自把药配好了 先给方树安治好外伤 又给他扶着七星伞 解毒丹 这样伤很快就能好 方树安是千恩万谢 感动的 感动的替泪横流 我说个嘴说 您老就是连华门的总文长 郭老建客吗 不错 正是频道 哎呀 九文大名 轰雷贯耳 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 而又了不起的剑客 今日得见尊严 我死了也闭上眼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 鬼迷心跳 非要当官不可 您要么给开封府三峡五义的人 当了鹰犬 当了走狗 背叛了咱们陆林道 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 我老门长啊 倘若您大发慈悲 闪门大开 还能允许弟子从返陆林 我真是无限感激 方爷别难过 方才天灵天亮说的不假 人非圣贤 福能无过呀 不算什么 你能迷途知返 频道我就欢迎 我可以代表莲花门 以及陆林的阳雄 欢迎你归队 哎呀多谢总门长 方爷坐下吧 坐下之后 郭长达跟他闲谈 但是房处安是倍加紧闭 说闲谈 谁敢保 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 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 那心里都有借意呀 房处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 和大脑子是高度紧张 就听郭长达问他 方爷 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 不过频道想问问 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两个多月了 哦 为什么呢 还别提了 我老县长 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 说深了说浅了呢 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 谁让我是个粗人呢 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 皇上还挺大方 亲口加封我 无品带到御前校尉 要不知道的 看我穿着官服 拿着国家的银子 一定很自在的 实则不然啊 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 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得一块一看 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 拿咱根本就不当人 打过来 骂过去 在他们面前就挨着三成 别看我是无品官 连人家那九品 我也赶不上 就这样弟子我就有点憨心了 后来我一想 既然已经饱了开封了 哪能还改变主意呢 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 也得忍着干 可是最近一个时期 我一看呢 实在没法忍 我是个人 他我得说话 不管我说的对 或者是不对 指定的挨骂 动不动的挨打 尤其他妈那个讲锁子 最不是东西 这小子最是脸啊 招式弟兄可以见证 他们拿我当人吗 明明我说的是好话 他也认为我胡扯 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 我说老门长 人有脸树有皮啊 我方叔安再窝弄 我是个人呢 什么苦我都能受 这个气我受不了啊 因此我才毅然的 杂奸繁育 背叛开封 重返武林 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 我相信 你说的很真实 是吗 为什么 我们跟三峡武艺 小武艺的人 结下不解之仇呢 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 他们就是官府的英权 咱们跟他是属于 我不能相容啊 方爷 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叫陆林的朋友 放弃其他的想法 只有通过你说 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是是是 多谢老门长指点 方爷这样吧 方才频道发现 你的伤可不轻啊 天灵天亮的伤也不轻 你们连夜之间 从东京跑出来 身体过分劳累 我看你们先休息 等恢复了经历 咱们再谈也不迟 多谢门长想着周到 来人啊 安排住处 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 把方叔安 赵氏弟兄领下去 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 和这屋 好几张床 铺的喧喧腾腾 被路都是干净的 给摆的点心 漆的茶水 三个人把门关上 赵氏弟兄乐了 方爷 你看我们 总门长怎么样 好人 天大的好人 不但人好 能耐还大呢 方爷 你早晚你能看得见 这回我们 总门长这一出头 管教开封府 这帮人 现世吧 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 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 要把白云剑客 吓猴人 什么风声罪 菩提灵空 有什么什么的 全都把他们收拾了 至于那个徐良啊 也白云瑞呢 谈不到话下 那都小崽子 不知一大 是吗 太好了 哎呀 这么说 我这步算走对了 可不是了 方爷 休息吧 咱们好好睡一觉 养足了精神 咱们有话再说 那好了 就这样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 方氏湾把头一蒙 心里开了锅 心说 人事之间 无奇不有 嘿嘿 没想到我深入虎穴 又跑这卧底来了 通过初步脚量 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 没有呢 从眼神 女气 倒看不出毛病 但是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不管怎么说 我还得多加防范 我对人家有怀疑 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 别弄个前功尽弃 想着想着 他头一沉 还真睡着了 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 身上的伤也不轻 就这样 他们仨呀 这一觉 睡到晚上长灯 有个老道进来 给他们换水 把方氏湾给惊醒了 抬头一看 灯光明亮 我什么时候 方爷 夜一掌灯了 哎呀 掌睡了一大天 哎呀 睡足了 他这一说话 赵氏弟兄也起来了 丧人敬完面 梳了头 换了衣服 起身赶奔跨院 再看 以郭长达为首的裙贼 人家都在座 方叔安 他们进来 彼此见过 郭长达 照样 刺座 方爷 休息的怎么样 哎呀 太好了 睡得足足的 把多日子这点阀 全缓过来 那就好 伤还疼吗 强多了 你要不问 我都把这茶忘了 好 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 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 来来 摆焰 素燕摆上来了 这可没有肉 虽然说素燕 那比荤性还丰富 衣衫都是过油的 方叔安真饿了 胃口大开 不过使他奇怪的是 说百言 就四把椅子 我发现 想这么多人 怎么个做法呢 后来才弄明白 方叔安 做的课位上 有郭长达 飞剑仙 朱亮 金掌 佛缠 仨人 陪着 别人 只能在旁边 看热闹 没有资格入座 方叔安心中 暗想 这些贼的规矩 还挺严呢 就见赵师弟兄 围着桌子 转来转去 真酒 不菜 郭长达一笑 方爷 我先敬你一杯 祝你重返武林 一帆风顺 见老见客的吉言 那我可就喝了 五大 这一杯他喝了 赵师弟兄又给满上 不过 方叔安发现 这朱亮 眼珠子 瞪着一半大 老冲着自己 运气 转过身 再看佛缠 这对小眼睛 闪着鬼火 可能手心 有点刺痒 老冲着 方叔安 比量 方叔安脖子 就有点冒凉气 心说 这俩狡猾的狐狸 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 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 哎呀 我来不能白来呀 有两件大事 八王爷的事 白云瑞的事 我必须得摸清楚 可怎么个摸啥呢 哎 这眼睛一亮 是记上心头 这延不虽 fala nichts 二部分 我还ppo 二部分 一adore 步驻 合45 二部分 六分 地点 streaming 器